大家好,我叫舒适,欢迎来到影生活 今天讲一个我以为天上真的会掉馅饼的故事 老王在家有协会交期,在外有妖艳小三,小三也已归人妇 所以小三要老王和自己同一天跟家人宣布离婚 这样他们才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可是老王最后没有开口,因为女儿忽然宣布要结婚 而小三那边却已经跟他老公摊牌了 但是老王这时候顾不上小三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安排女儿婚礼 因为女儿未来婆家是个富贵人家 为了不让女儿丢脸,不富裕的老王咬着牙把办婚礼的钱都包了下来 并且选择了当地最豪华的酒店举行 到晚上,老王一家去和未来亲家见面,并且一块吃饭 在饭桌上,老王为了表现就一直在刀刀刀,从头刀到尾 然而尴尬的是,大家都只想安静地吃顿饭 买单的时候,要面子的老王再次主动买单 可悲剧的是,他的银行卡刷不了了 这顿时让他脸挂不住 因为前两天朋友才支付给他一笔工程款 所以是有钱的 回家的路上,老王才知道朋友根本就没有汇款给他 第二天,老王找到了朋友,才知道他已经破产 而这钱也就打了水漂 问题是,老王本身没有什么积蓄 所以帮女儿办婚礼都要靠这笔工程款 这回真就成了打肿脸充胖子了 过后,小三重新找老王 他不哭也不闹,就只是让老王看看自己的脸 自从摊牌后,他就天天被老公家暴伺候 老王发誓一定会回去帮他报仇的 然后两人就在车内翻云覆雨了一番 过后老王实在没有办法 就跑去银行,信心满满地跟银行大叔说 他想贷款,抵押品就是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他一定会赚钱还钱的 然而你没听错,我也没有讲错 银行大叔更是没搞错 所以大叔就麻烦老王出门左转 那地方会比较凉快些 让他在那儿好好待待 受了一肚子气的老王,直接来到了小三家里 二话不说,暴揍了小三老公一顿 虽然书是剑步的家暴 可这时候我还是有些同情这位老公的 戴绿帽还得被肩膚打 实在是倒霉得紧 过后一天,老王依然在为婚礼的钱发愁 就在他做搓出搓回家的时候 一个那么大的馅饼居然从天而降 他意外在车内发现了一个袋子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钱 按照正常套路,有钱不解是傻子 老王就偷偷把钱带了回家 数了一下,足足有两万 这笔钱帮他解决燃眉之急都绰绰有余 可妻子知道后寝食难安 坚决要老王当一个实惊不昧的好少年 所以第二天一早 老王就带着钱出门 但他去的是朋友赌厅 他想用这笔钱再贫一次人品 借机生蛋,在赌桌上赢一倍的钱 这样他就有钱办婚礼 也可以还给施主 一举两的 就在同时,有个陌生男人找到了老王家 向妻子打听老王昨天有没有搭租租车的事 并表示晚上还会来找他 被吓到的妻子马上打电话告诉老王这个消息 然而老王再次人品大爆发 真的被他赢到了钱 两万变四万 拿到钱后 老王立刻把其中两万上交给的租租车公司 可是前台大姐并没有对老王感恩戴德 反倒质问老王为什么没有马上交给司机 而是等到现在 原来,丢钱的施主找不到钱后 就找人把司机抱揍了一顿 现在司机还躺在医院里生死不明 要是老王可以早点上交 司机根本不会摊上这样的少 反正是到如今,管谁倒霉 到最后,老王觉得能隆重地帮女儿办成婚礼就可以了 就在婚礼现场,老王再次接到小三电话 他告诉小三,婚礼过后,立马跟妻子摊牌离婚 可真正倒霉的事也开始接踵而来 没一会儿,他接到了赌场朋友的电话 朋友告诉老王,他拿去赌厅的钱都是假的 而赌厅也已经报警 警察马上就会去逮捕他 果然没一会儿警察就到 老王觉得只要跟警察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可以了 而这时候的妻子更是挺深支持老王 这会儿的他才发觉 自己的妻子是多么无条件地爱着自己 随后,老王和警察来到了出租车公司 找到了前台大姐 可是大姐矢口否认老王有拿钱来上缴 并表示一脸的无辜 老王懵逼了 过后,他想起还可以找司机证明 这袋奖钱不是他伪造,而是简单 可是警察告诉老王 司机伤重不治,已经死了 这下就真的没有人可以证明这笔钱的来源 在监狱里,老王只有一次通话的机会 他毫不犹豫打给了妻子 小三后来才知道老王入狱一事 并且知道老王有一次通话的机会 可却没有打给他 所以他彻底对老王失望了,决定分手 在法庭宣判的时候 小三也意外出席了 妻子顿时发觉老王的眼神不对 于是顺着老王的目光 他看到了小三 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老王和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他就愤怒地离场 而小三则微笑地看着老王 他的目的达到了 狠狠地报复了变性的老王 老王呢,伪造假钞和洗钱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 然而舒适估摸接下来还有另一场离婚大戏 即将在老王的身上上演 最后那两万块钱的具体结果 影片没说 但舒适分析了一下 首先,原本两万块都是假的 理论上来说 真正的施主应该是拿了坏人牌 所以才有出手打死司机这一幕 另一方面 因为这笔钱弄出了人命 估计施主也不敢回来再找这笔钱 而钱台大姐明明已经收了两万 却识口否认 所以最大可能这笔钱还在大姐的手上 至于她的动机 往好的一方面想 大姐是为了替死去的司机报仇 所以在老王身上补刀 往不好的一面想 就是大姐也知道这笔钱是黑钱 同时笃定施主不敢回来拿 所以自己私吞了 无论如何 只是想借这部影片告诫广大的男同胞们 财测双收这种美梦还是少做为妙 那么大的馅饼从天而降 也是会砸死人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解说 而且不觉得麻烦的 可以动手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或者微博 下期见啦 by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